嗨,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 小小力量将世界照亮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即便是小小的行动,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小朋友们是怎么做到的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台湾的真实故事 彰化的南国国小有几个四年级的小女孩 她们发现来自东南亚的一公叔叔阿姨们在买火车票时遇到了困难 因为语言不通,她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操作售票机 同学们,你们觉得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 这几个小女孩没有做事不管 她们开始收集各国语言的翻译 制作了小卡片说明一公的困难 并给铁路局写信请求改善 最终,她们的努力促成了彰化火车站 设置了四种东南亚语言的服务说明 这在全国可是第一次哦 大家说,这几个小女孩是不是很棒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加拿大的小男孩莱恩的故事 有一天,莱恩在学校了解到 非洲有些地方的孩子们没有前进的水喝 于是她决定要帮忙 如果你们听到有人需要帮助 会不会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呢 莱恩开始做家务挣钱 一点一滴的存钱 希望能捐出足够的钱来帮助挖一口水井 虽然一开始她存的钱不够 但是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 很多人被感动了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最终,莱恩不仅实现了她的愿望 还在乌甘达挖了一口新的水井 并且成立了莱恩质检基金会 同学们,你们觉得莱恩的梦想成真了吗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 哪怕我们年纪不大 能力有限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尝试 愿意行动 我们的小小力量也可以照亮这个世界 大家有没有想过 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光芒呢 那么,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梦想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实现呢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吧